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4月26号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说起寺庙 许多人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 清灯古佛的宁静 或者是以中老年游客为主的景点 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 许多年轻人也开始涌向了寺庙 掀起了一股上学上班不如去上乡的热潮 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寺庙相关的景区也成为了热门目的地之一 非洲的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 寺庙相关的景区门票的预定量 同比增长超过了四倍 不过在年轻人佛系上乡的同时 寺庙经济却拒绝躺平 这种寺庙参与商业活动的现象 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那么寺庙是如何被卷入商业化浪潮之中的 国内的寺庙又都开辟了哪些收入来源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此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苹果与epigame反垄断案结果出炉 法院裁定苹果胜诉 4月23号 堡垒之夜的开发商epigames 和苹果持续多年的反垄断诉讼有了结果 苹果方面声称取得彻底的胜利 法院裁决基本上支持了苹果appstore的政策 没有支持epigames提出的反垄断诉讼 这也就意味着苹果对appstore当中消费的抽成 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appstore是消费者在苹果生态系统里 购买各类软件与服务的唯一途径 苹果对它的控制十分严格 会在每个程序更新上线前来进行审查 也可以拒绝应用上线 同时苹果会从商店的每笔交易额当中抽成30% 这笔费用是苹果软件服务重要的收入来源 2020年epigames修改了旗下热门游戏堡垒之夜的 内构机制试图绕过苹果 让玩家直接在游戏内付费 或者让苹果减少抽成比例 结果苹果将堡垒之夜从appstore下架 虽然美国的法院认为 苹果没有违反反垄断规定 但是欧盟即将在今年11月实施数字市场法 要求智能设备允许用户安装第三方应用商店 彭博社的Mark Gurman曾经也报道过 苹果正在内部测试 开放第三方应用商店的措施 LVMH市值创新高 成为首家超过5000亿美元的欧洲企业 这周一在法国巴黎上市的LVMH的股价 达到了创纪录的904.6欧元 约合995.6美元 总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 和Meta以及特斯拉等等科技企业的市值接近 LVMH也是首家市值突破5000亿大关的欧洲企业 今年以来LVMH的股价已经上涨超过了30% LVMH之前发布的财报显示 2023年一季度集团销售额同比上涨17% 得益于本土消费者和国际游客的双重推动 LVMH在欧洲和日本的销售额分别取得24%和34%的增长 公司价值不断上升 也使得LVMH的董事长贝尔纳·阿尔诺的财富不断的膨胀 在执掌LVMH十多年的时间里 阿尔诺将这家公司的销售额提高了14倍 通过一系列的收购 逐步将其打造成为国际奢侈品巨头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阿尔诺的财富已经接近2120亿美元 芒果超媒营收净利双双下滑 但是会员规模创新高 4月24号芒果超媒发布公告 表示去年营收大约是137亿元 营收和净利润同比下滑都超过了10% 这是自2018年以来连续四年的业绩增长之后 芒果超媒的营收和净利 首次出现了全年负增长 不过芒果超媒的会员规模却创下了新高 去年年末有效会员的人数超过了5900万 全年会员业务收入接近40亿元 在2022年爱奇艺实现运营盈利之前 芒果TV是国内唯一实现盈利的 长视频平台 而财务状况健康长期以来 也被视作是芒果TV重要的竞争优势 2022年芒果超媒在版权 以及制作成本方面控制效果显著 和去年同期相比 节省了接近一半的费用 AI生成音乐传播火爆 但是面临版权纠纷 上周一首名字叫做 《Heart on my sleeve》的歌曲 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走红 这首歌使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克隆的歌手Drake和The Weeknd 两位明星的声音 发布之后 这首歌在TikTok上被观看超过850万次 随后Drake和The Weeknd的唱片公司 环球音乐集团 以版权侵犯为由 要求平台下架这首歌曲 并且写信给包括Spotify和Apple Music 等等流媒体音乐平台 要求他们阻止类似的行为 最近几天在国内 同样也出现了很多 由AI克隆歌手音色所生成的音乐 比如说有AI生成孙燕姿的声音 来演唱的《水星记》 《发如雪》等等歌曲 NPR的观点认为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有关音乐的人工智能问题 依旧处于早期阶段 美国版税局规定 音乐作品作者必须是以人为主体 而如果一首歌曲是由AI生成 版权的界定也会越发的模糊 除此之外 利用AI合成歌曲 可能也会对音色的真实所有者 造成负面影响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在一条小小的早咖啡动态之后 马上和你来聊聊 寺庙是如何被卷入 商业化浪潮之中的 嗨 你好呀 我是孟一 这周四 也就是4月27号 我们生动活泼旗下的 另一档节目 声东机西 将会为你带来主播徐涛 与当代艺术家丁以之间的一次对话 在这一次的对谈当中 丁以分享了 他是如何在35年间 坚持用单一元素 实事来进行绘画创作 以及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 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故事 带着在艺术当中 不断冒险和探索的精神 继续探索艺术表达的新可能 我们想要邀请你来收听 这周四的声东机西 一起来了解 这位当代艺术家的思考和创意 好了 早咖啡小动态 就到这里 下面继续我们的清洁读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在最近这股寺庙热潮当中 雍和宫凭借着麦手串 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这所著名的寺庙 其实就在我们生顿活泼办公室 百米之外的地方 我们早咖啡编辑部的前方特派员 Jack也却实地感受了一下 这个网红寺庙的热度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的观察吧 欢迎您来到雍和宫 参观赴博 雍和宫开启运约 限流模式自然开放 Hello 我是Jack 然后现在我在去 雍和宫的路上 今天没那么好天气 但是人就特别多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是 有很多人 他直接偷着行李箱 就来雍和宫了 OK 我现在已经进来了 看能不能和来这里的年轻人聊聊 今天有没有就是去排队买一些什么串儿或者是开光之类的 没有那边排的人太多了 太多了 是吗 挺长时间 我们从12点多吧 排了将近两个小时 太多了 排了两个小时才蛮长的 对 太多人了 我也不知道它开光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我也听说过 两个人病排往前走 我们赶下一步 我们是外地来的嘛 就坐到北京的攻略 然后就看到雍和宫 是从小红树看到的 近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不顺啊或者什么的 来这边参拜一下 嗯 多啊 大家都想发财的 高低得拜一下财 高低得拜一下 是吧 今天发大财 大家可能也听出来了 雍和宫的确是最近寺庙热的一个缩影 协程的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10% 在预定寺庙景区门票的人群当中 将近有一半是90后或者是00后 寺庙游在社交媒体上的热度也很高 还有不少的年轻人会根据攻略 在寺庙当中进行一定金额的消费 这种现象让很多人对寺庙的网红化商业化提出了质疑 其实寺庙或者说宗教始终无法避免和社会的商业活动产生联系 人们想象中那种纯粹的宗教活动也是比较少见的 不过由于历史社会背景的不同 国内外不同宗教参与商业世界的方式和程度也很不一样 比如说历史悠久的英格兰圣工会 他们靠着捐赠收租等等收入 一天的流水甚至能够超过麦当劳星巴克这样的国际大公司 不过这只是一个个例 更常见的情况是寺庙需要自负盈亏 为了日常的运营和宣传 去寻找更多样的收入来源 比如说在日本和韩国那里的年轻人 正在掀起一股类似的寺庙热 不过他们更多选择在庙里住上一两天 日本在2020年推出了首个寺庙民宿定房平台 已经有上千家的寺院上线 还有一些则选择了更加直白 而且是充满争议的方法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泰国最大的寺庙法身寺宣布 将会用更加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宗教 为了方便法身寺的一处禅堂附近 被安放了好几台取款机 七七屏幕上写着积德捷径 交易获得的信用卡积分 是能够直接转给寺庙 被算作是一项额外的功德 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寺庙也开始被卷进到商业化的浪潮当中 其中最主要的形式 就是和地方政府以及文旅集团合作 由于宗教本身就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一些寺庙还是文物保护单位 他们大多都会被当作一个景点 或者是被划入某个景区 比如说少林寺和他所在的松山景区 有着宗教资源的加持 景区当然也就更容易在宣传当中 打出历史人文牌 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甚至还有助于景区等级的评比 成为金字招牌的寺庙 也越来越紧密地和文旅产业绑定在一起 1997年峨眉山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上市 虽然这一家公司重点强调 自己的酒店所到和观光车业务 尽量地淡化佛教名山的背景 但是上市背靠的宗教红利 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 上市的目的之一 是想利用资本扩大景区规模 但是这种追逐利润的做法 不仅影响游客的利益 而且还忽视了对历史遗迹的保护 尽管如此 资本的狂飙仍然试图推动 各个佛教道教名山的IPO 比如说少林寺就曾经在2009年 陷入过被上市的风波 2018年浦陀山旅游股份公司 申请上市之后 引发了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在内的批评 最终他们撤回了申请 在这个月初 成都青城山都江宴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也在申请IPO 他们的收入结构 和97年上市的峨眉山差别不大 仍然是以索道和观光车业务为主 为了加强监管 国家在2012年的时候 明确禁止将宗教活动场所 作为企业资产来上市 尽管如此 通过隐瞒和改名 试图上市的情况 仍然时有发生 除了和文旅集团合作 私人承包也是早期寺庙商业化 乱象当中的另一种常见的情况 一些投资人与相关部门签订合同之后 通过缴纳一定的承包费用 在规定期限之内 拥有寺庙的管理经营权 然后再通过香火等等收入 来赚取利润 比如说北京坛浙寺和借台寺的经营权 从1997年起就被上市公司京西文化承包 以2014年为例 谈浙寺和借台寺 一共吸引了接近90万的游客 收入超过了7000万元 这两个寺庙的经营权 在2020年才归还给了政府 另外在乡镇 还存在私人借庙赚钱的现象 在2017年 河北义县奶奶庙在互联网上走红 虽然村民为了牟利乱见神像 但是在庙会期间 仍然有千万元的流水进账 对此国家也发布了 禁止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的意见 为愈演愈烈的寺庙商业化踩了刹车 寺庙的商业化往往比较复杂 不仅是因为有道德和教义上的考量 还因为不少的收入 是以捐赠或者是弘扬佛法的名义进行的 不仅标准特别主观 还不需要公开具体信息 不过在经过一段时间商业化的狂飙之后 寺庙在商业活动上也在趋于冷静 那么目前国内的寺庙有哪些主要的收入来源呢 来源之一 门票和捐赠 对于所有的寺庙来说 门票和捐赠都是最基础的收入来源 其中捐赠的范围比较灵活 包括香火收入 卖宗教用品 以及提供宗教服务所获取的收入等等 对于一些热门的寺庙来说 门票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 少林寺从1984年开始自己卖门票 根据中国经营报在2016年的报道 不算香火钱 少林寺每年仅仅门票的收入就高达3亿元 为了争夺这笔收入 少林寺和登峰县政府之间一直摩擦不断 不过在2014年 包括星云大师在内的多位高僧 呼吁对寺庙免票 掀起了寺庙是否应该被景点化的讨论 他们认为 门票让寺庙成为了有关方面的提款机 而市场化运营也让信众失去了对信仰的尊敬 随后厦门南普陀等等股叉主动免票 甚至出现了寺庙主动退出景区的情况 和门票相比 捐赠这一形式的发展就顺畅得多 一些寺庙可以有偿请法务 比如说雍和宫的首串或者是宫牌位等等 价格也是从几百到上千元不等 另外还有提供素摘 卖纪念品和举行法式仪式等等服务 不过金额较大的捐赠 一般都是以非公开直接捐赠的方式来进行的 由于账目和财务操作并不透明 也曾经发生过信众捐款遭挪用的丑闻和指控 收入来源之二 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开发授权 说到寺庙的商业化 少林寺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先行者 随着1982年同名电影的热播 少林寺的商业价值也开始显现 并且在高喊着 以商业化对抗商业化的方丈 试永性的带领之下被大规模的开发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 门票收入 开发授权和无效生意 是围绕着少林寺形成的三大经济利益来源 单就开发授权来说 由试永性控股的少林无形资管的投资 已经涉及了文化 旅游 出版 教育 还有茶叶 房地产等等众多的领域 少林无形资管方面的负责人 曾经向彭博商业周刊表示 和少林寺有关的公司 寺院只出品牌 不去经营或者是拉广告 合作方有收入之后 再给寺院做一定的功德 但是金额有限 这种授权模式下所谓的供养费用 是少林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那除了国内的生意 少林寺还打着中国迪士尼的旗号 在海外布局 在柏林 伦敦等等地方 拥有舞馆和演出中心等等设施 并且他们也以会员制的形式 组织少林寺在欧洲和北美的活动 在世界各地数百万名的海外弟子 也构成了少林宇宙当中庞大的消费群 收入来源之三 以慈善为底色的基金会 在2021年 上海玉佛禅寺 对鄂勒玛投资十万元的消息 曾经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也让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到了寺庙基金会 根据上海玉佛禅寺的回应 鄂勒玛是玉佛禅寺 绝群大学生创业基金 在2009年曾经资助过的项目 鄂勒玛团队之后也向这个创业基金 回赠50万元 用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业项目 根据官方的介绍 这个基金会是由玉佛禅寺 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管理的 2020年的审计报告显示 这个基金会的总资产是2906万元 获得捐赠收入825万元 比2019年要高出接近300万元 其实许多寺庙都有设立类似的基金会 比如说深圳洪法寺的慈善功德基金 主要开展抗震救灾 扶贫寄困 以及扶持养老等等活动 除了和政府合作 或者是进行社区服务 也有一些寺庙 直接和企业合作 比如说上海静安寺的百寺基金 就曾经在2018年 和一家为寺庙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合作 作为回报 这家公司会把每年年度纯利润的15% 捐赠给百寺基金来支持佛教发展 不过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采访当中 拥和宫的游客所表现的那样 大部分人还是带着自己对于工作 学业或者是家庭的愿望走进寺庙的 而寺庙更多是在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缓解现代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焦虑和不安 从这一角度上来看 寺庙经济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减压经济 所以聊到这儿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平时会去寺庙吗 你如何看待寺庙的商业化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一帆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Aurora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好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